Christmas is coming The snowflakes will be falling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year So hang up your stockings Put the tinsel on the tree Because Christmas is coming my dear 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那今天呢就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圣诞装饰的视频 今年我是我们小区第一个挂上圣诞装饰灯的 因为呢我就想要早一点把家里的圣诞装饰布置好 一个呢是可以在家里面享受那种温馨舒适的氛围 第二个呢我也可以早一点把这个视频拍出来 然后大家装饰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很多用到的东西呢也是从去年的一些装饰的东西里面循环利用的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也会把去年的装饰视频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如果你想为家里的圣诞装饰寻找一些灵感 或者就是想感受一下温馨的家居的氛围的话 就跟我一起来打扫盒装饰家里吧 今年的圣诞装饰就从我们新买的一棵圣诞树开始 我们今年买了一棵7.5个feet 然后带灯的一棵树 然后其实树形我选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然后比较传统一点的圣诞树形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用tree color的话呢 就要像我们这样先把tree color套进去 然后再开始拼树它其实很简单的总共分为三节树 然后你把它一层一层的拼好就行了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树海戴这种手套的 我觉得真的很方便 因为你要进去把这个树枝一点点枝楞起来 其实有一点渣 然后戴上这个手套真的方便很多 强烈建议大家就是找人跟你一起做这个步骤 因为就是很繁琐 然后又很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人越多的话呢你的速度就越快 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预算的话 买这种带灯的树 因为真的会节约你很多时间 不然你没有灯的树 后期还要一层一层的往上面绕这个灯带上去 也会很花时间的 天哪我们的树定好了 还不错哈 我觉得它那个灯有的地方不够 我可能之后再加一点 慢慢再开始装饰吧 好累今天 今年我们准备把树放在这个地方 东西来了 天 拼好树我们两个就都已经没有力气了 所以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让迪伦去把就是装饰的盒子给我拿下来 然后还有秋天装饰的盒子 把家里面现在有的装饰都收起来 每一年就是把这些装饰的东西收拾好 第二年可以拿出来再用 就不用每一次都买新的 这样呢也比较节约一点 收拾累了的时候呢 我就坐下来就是先做一些树上的装饰 这里呢我是在穿一些那种木质的小装饰 或者是木质的珠串 上一个vlog也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新烤了一些橙子片 因为我也想要就今年的圣诞树做成 去年我们家装饰真树的那种自然系的一个风格 所以需要更多的橙子片 然后我实在是觉得这棵树的灯不够亮 所以呢我就拿出我以前已经有的灯 又在这个树上面给它缠了一圈 然后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选树的小tip 虽然我也不是专业的 但是呢我是看大家说就是每一fe的树 平均大概需要100个灯 那我买的这棵7.5个fe的树呢 其实应该有750个灯 但它只有600个 所以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不够亮 然后大家在选树的时候呢 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数字 然后树的高度呢 最好是你们家房顶减去1.5个fe到2个fe左右 这样呢就是不会显得那么局促 然后你也有足够的空间给那个树的topper 其实我们家的房顶还挺高的 但是我觉得7.5个fe也已经足够了 不然我搭个梯子我也不太能爬得上去了 然后这个过程真的两个人会好很多 但是因为那天顶了去上班了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转来转去 好不容易把树都打好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选的一个topper 就是一个简单的五角星的样子 一般呢树上面最顶上都会留一个街头的插座给你 给它插上 然后选择到中间的位置固定好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那天我看到Target在卖的一个木质珠串 立马激情下单 然后去把它取回来的 价格好像也比较便宜 大概在10块钱左右 因为这种珠串价格都比较高 结果后来呢我发现它的大小比较小 左边是我自己穿的 右边是Target这个 我就觉得还是先用我自己的吧 然后自己的这个放在最下面比较有分量感 然后上面的呢 我就用的Target这个珠串 它的优点是比较长 可以绕很多圈这样 我觉得还不错 哦对 我会把视频里面出现的单品 尽量都找到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我的橙子片Garland 其实我有一个inspiration的树的样子 我会把那个照片放在这里 我基本上就是按照它的那个样子来装饰的 然后今年圣诞树上的这些Ornaments 就这种装饰品呢 我就想选尽量大气一点的 就是它们外形比较大一点的 白色系的或者自然色系的球 比较简单 然后自然一点 然后第一天装饰呢 很多东西还缺之后会再买 那我先把家里面秋天的东西先收拾起来 然后也把家里面都收拾一下 一张白纸会比较好开始下手 那各种秋天的东西呢 也都收拾起来 其实家里面很多时候也不是视频上拍的这样 看起来好像很干净很完美的样子 很多时候家里面都乱的要爆炸了 那每到换季要换装饰的时候呢 也正好提醒我自己就是可以把家里面重新收拾啊 打扫一边这样 然后这个桌子也是上面其实也有很多污垢 然后需要好好的擦干净 而这个镜子呢 因为可能之后还会挂东西 会上一些胶片啊胶条什么的 所以也最好给它都清洁干净 不要有灰尘 我昨天晚上又烤了一些橙子 然后这次呢 我是把它放在dehydrate里面 直接晚上165度烤了8个小时 这次就超级的干 我很喜欢 如果大家有dehydrate的话 我觉得可以直接放一晚上 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用了 特别棒 树上的橙子片还不够 所以呢 我就又再做了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就开始装饰家里面餐厅的这个部分 我是受到另外一个 就是专门做这种圣诞装饰的youtuber的启发 我会把它的视频放在下面 穿插一些这种简单的金色烛台 然后上面配一些彩色一点的 就比较有节日氛围颜色的蜡烛 我觉得这样很好看 最后的效果我很喜欢 然后因为它的蜡烛底部有的地方不稳 所以呢 我就稍微给它稍融化一点 固定在这个烛台上面 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倒着 然后底轮下班回来 工具人终于上线 所以我就让他帮我装一些这种 带灯的garland放在家具上面 这也都是去年就有的 其实我觉得圣诞装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各种灯 就是晚上在客厅里面看电视 然后把家里面的灯关掉 就靠这些小灯就营造出 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氛围感 接下来看看我们箱子里面都有什么吧 圣诞老人 然后还有这种玻璃制品的圣诞树 今年应该都是第三年用它们了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摆在那里还是挺喜欢的 比较现代感一点吧 然后呢 我也整理出来一些这种garland 先让底轮帮我贴在这种镜子上面啊 或者门框上面 我们都是用的那种背面带有3M胶带的挂钩 来固定这些东西的 这样到时候摘取的时候呢 也很方便 不会留下痕迹 然后像现在我们上的这个比较重一点的garland 我们好像用了三个还是四个 可以乘五磅的那种挂钩 也是会很稳固了 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 然后我们家我唯一有点遗憾的呢 就是火炉上方我们有一个一整块的台面可以用来装饰 所以像这种圣诞的袜子啊 stocking还有这些装饰品 我都只有靠旁边的这个书架来完成了 然后这一层呢 用了一些铁房子 有的是去年买的 然后还有一些是今年我在target找的 然后做了一个类似于冬天圣诞小村庄的感觉的一层 上面呢 我也加了灯 这样晚上的话呢 看起来也比较有氛围感一点 然后用到的很多装饰品呢 其实都是去年买的一些小鹿啊 小车 圣诞小树 然后上面的这两个呢 也是去年在target找的两个金色的鹿子 我这里让迪伦帮我给他们缠一下这个灯 它缠到一半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所以还是只有我亲自出马啊 今年的装饰真的是花了好多天的时间 因为去年我差不多两天就全部弄完了 但是真的非常的累 所以今年呢 我就不想这样 然后今年也是就是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 每天弄一点点这样 所以花时间比较长 而这是我在target找到的一个滑雪的画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摆在进门的这个柜子上 这里也弄的比较简单 就是平时大概就是这样 稍微加了一点点装饰 然后这是我今年找到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装饰 是在Hobby Lobby买到的这一串小铃铛 哇 真的好喜欢 好可爱 然后它是真的是有铃铛的声音的 虽然平时挂在那里 它不会太像 但是我每天从那走过的时候 我会稍微把手抬起来碰一下 就那种叮铃铃的感觉 很好听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买到的这个大碗吗 我就想给它装饰一下 然后在现在下面塞了一点这种纸 因为它下面形状奇奇怪怪的 然后我也不想要就是浪费空间 而这一大袋应该算是松果吧 是在Hobby Lobby买到的 它稍微有一点点的香味 然后里面的松果呢 有些各种各样的形状 然后我在里面加了我自己烤的那个橙子片 然后后面呢 还在里面加了一些那个肉桂条 就稍微有点香味 如果你有喜欢的香薰精油呢 也可以点进去放在那里 就类似一个香薰的感觉 正好呢就给它放在客厅沙发旁边的这个桌子上 这是我们在Target买到的一棵小树 也是想要放在就是旁边的这个小柜子上的 然后我想给它加一个灯 然后正好我发现可以放在它下面的这个袋子里 所以我就给它拆开 把这个灯的电池稍微隐藏了一下 然后缠在这个树上就好了 真的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加上灯的氛围感就不一样了 而这是我一开始的装饰 上了一个这个金色的小猪的链条 这个我觉得不好看 所以后来呢 我就还是重新做了这个木质猪串 给它加上去 然后上面呢也是买了一些配套的 就是专门给小树用的一些这个装饰 哇正旦节的装饰真是各种各样的 什么都有 然后上面呢我还上了一些橙子片 就跟家里的风格比较统一 然后顺便也把刚才那个大碗里面 加了一个这个小灯 就是也是一样更有氛围感一点 所有的东西加上这个小灯就不一样了 所以跟大家说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了它们 然后我让迪伦帮我摆一下这三个蜡烛 他举好笑 你给他们三个摆个造型 我看一下呢 就这样啊 然后这个面 这个就很难洗 他们现在在开会吗 反正是什么 他的审美我真是无话可说 然后我又去买了一些圣诞树上的装饰 这个白色的球我很喜欢 它分这种磨砂和亮面的 然后呢我就发现 我觉得这个球上面系丝带会比较好看 因为平时都是用一个铁钩给它挂起来的嘛 但是我觉得上了这种透明一点的香槟色的丝带 会更有那种浪漫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整个树装饰的比较简单了 所以呢我就想有一些小小的设计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装饰树的时候 稍微就是动一点小心思啊 就可以让你的树变得比较不一样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挂上去的效果 它其实很像就是给树枝寄了个很多浪漫的蝴蝶结的感觉 最后呢就是把这个树再完善了一下 很多上面挂的小雪花呀 还有那种Mary呀写的那种字 就是在Target买的 这种东西呢也是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小店 找到这些小东西挂自己喜欢的 最后呢我在这个圣诞树下面 还是放了一些礼物盒子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 就是里面没有东西的 但是我确实觉得还是要放上去之后 感觉比较有完整感 那这棵圣诞树就做好啦 然后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的DIY 也是ins上面的一个网友私信给我的 这里呢要谢谢他 然后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把蜡烛上面 一层一层的翻起来 有点像脆皮烤肠那样的 然后做成一个圣诞树的形状 但是这个DIY我失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蜡烛很脆 然后我一下刀呢它就掉了 就是没有办法翻成一个 完整的树皮的形状 我才可能需要把这个蜡烛加热一下 但是我还没找到好的办法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圣诞树造型的餐巾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而且摆出来样子很好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首先呢就拿任何一个餐巾对折再对折 然后它不是有四角的一边吗 把它们一个一个的翻下来 稍微留一点点距离这样 然后四个都翻好了 找到终点的位置 就把旁边这样噎过去 然后另外一边呢也一样 就其实是一个树的造型了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你再把刚才翻出来的这个小角呢 折进去 然后下面最后呢 这一半也折上去 然后一个圣诞树就好了 它给我看的那个视频呢 人家用的绿色的丝巾 当然就更像圣诞树一点 但是我没有 我觉得我用了一个这种就是自然系的 也挺漂亮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清脆的铃铛声 是不是很疗愈 因为我太喜欢了 所以我去Hobby Lobby再买 结果只有最后一个了 我就赶快买回家 然后它摆在就是不管是garland上面啊 或者如果你有那种火炉台上面需要装饰的 摆上都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是一些去年就有的花环的改造 我把我去年自己弄的一个很丑的蝴蝶结 换成了就是外面买的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 给它换了一个电池 它就可以挂出去了 这个新的蝴蝶结真的比我自己去年搞的要漂亮很多 正好是挂在外面的嘛 门面担当还是要稍微好看一点 对不对 然后另外四个小的花环呢也是一样 先把我去年弄的剪掉 这是我今年应该是在Michael's找到的一个 我觉得很漂亮的丝带 名字在这里 我看能不能找到它的链接 我先剪了四条就是一样长度的丝带 然后因为我有四个这样的小花环嘛 我想给它们都上上 接头接尾的地方呢 我是用glue gun 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牢固一点 基本上看不出来它的接头 而且我会给它放在后面 大家到时候也不会看到的 然后我一般在做这种手工的时候呢 都会打开视频 然后一边看着别人的视频是怎么装饰的 真的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但是就看着大家把自己的家装扮得很温馨 就是非常有幸福感的那种氛围啊 花环挂在去年就有的这些小挂钩上就好啦 然后地垫哇看一下迪伦在这里struggle 门外面今年很简单还是去年的这个花环 然后这个铃铛呢也是去年的大家应该都见过了吧 接下来就是挂灯时间 这好像应该是第一天我们就挂好的灯 但是为了方便就是把所有的挂灯都放在一起 剩下的室外的灯就有迪伦来跟大家解说吧 我们把去年的灯又拿出来用上了 但是今年呢不光是装上这个白色的 我还会在上面装一个彩色的 我记得最难弄的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后面都没有钩子 都需要自己去装那个钩子 装好了以后每一年挂就很方便了 生无可怜的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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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开始装树了 这两个树是可以接上电源的 到了晚上插上电就会亮起来 我记得好像是在Hobby Lobby买的 去年的时候挺喜欢的 装好之后发现一边有点高一边有点矮 但是没关系吧 现在就开始装我们新买的彩色的灯了 这个灯还是挺好看的 我们研究了半天才发现怎么把它装上去 这个是在Home Depot买的 它是那种一卷一卷的 每一卷里面有100个灯 我们家大概200个灯就能装满所有的了 装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点绝望了 生无可恋了 其实一共装下来也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 可能一共一个小时半吧 就把外面所有的灯都挂好了 到了雨槽的时候呢 有个那种专门的夹子 我们在Home Depot买的挺便宜的 就可以夹在雨槽里 今年我们也在Home Depot买了彩色的这种网灯 放在这个草丛上面 晚上也挺好看的 OK进入最后的收尾工作了 其实就是把我们凌乱的桌子收拾一下 然后上面呢稍微再加上一点小的那种装饰就差不多了 其实整洁下来一看 然后整个家里面就看起来顺眼很多 然后最后呢再上了两个花环 在这两个大窗子上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最后的成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那以上就是今年的圣诞装饰 其实比较简单温馨一点 也希望能够把以前用到的一些单品 可以循环重复的使用下去 每一年呢可能会增添或者改变一点小小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在装饰上面受到一点启发的话 也可以在你们的装饰照片上面tag我 因为我知道很多观众就是非常的有创意 也比我会装饰多了 所以我会非常高兴看到大家的装饰 OK那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